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我是張老師,來,我是張老師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 就是在2021年齁 辛丑年 辛丑年 那個農曆齁,農曆一月份齁 過完年這個農曆一月份 十二生肖他的運勢如何齁 十二生肖他的運勢如何 我們還是一樣齁,有兩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齁,第一個區塊 我們會講他 從他的這個生肖的結構 來談他農曆,農曆齁 一月份,再過兩天就新年了齁 那個一月份他的運勢 那一樣齁,我們依照慣例 會再跟各位做一個 他後天,後天齁 後天的運勢如何齁 好,這隻老鼠還是講一下齁 這隻老鼠齁 大家都知道老師的風格 不用怪力亂神 不要太迷信齁 等一下我們所講的內容 只是提供各位參考齁 參考的係數 它不是定數齁 大家聽一聽,參考就好齁 好,老鼠 这个老鼠 它在今年走的是七杀 所以你要注意看 如果你是老鼠 你是女生 如果你的性别是妻女生 在今年七杀这个运势 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运势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什么程度 你的感情极有斩获 非常非常有斩获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女生 你已经有固定的对象 固定的朋友 要注意 常常会突然之间 冒出一个 冒出一个好像你不能掌控的东西 这个时候还是要照老师以往的论述 到底这是你的桃花运 还是你的桃花结 还是桃花桑 桃花煞 桃花形 你要分清楚 如果要精准看 还是要回到八字的系统 那因为 因为没办法 因为我也不晓得 大家的八字结构只能够用 12生下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女生的在2021年 今年辛丑年不错 感情必有斩获 那如果你是男生要注意 在农历的一夜份 男生走什么 男生走的是三观 那什么是三观 在八字的结构当中 三观是一个非常好的心 什么展现才能 那你要想 你要让这个三观能够发光发亮 比如说有的人会问老师 老师啊 我想要成大功立大业 做大事赚大钱 可不可以 你这个问题不要问老师 你应该问自己 我有那个能力吗 最重要是能力 不要怪力烂神 不要讲什么命好 不好 不要讲什么福 暂时不讲 你能力够吗 所以三观有个前途 前提 老师常讲 你是要三观土秀 还是口土白沫 那你数老数的 在农历一夜份 相当相当有机会 可以土秀 老师不是常讲吗 不要在乎天长地久 在乎要用就有 这个不是讲男女感情而已 比如说你的语文能力 比如说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 国际化的时代 你在公司上班 万一有外国人来 你怎么办 你会讲流利的英文 万一有日本人来怎么办 你会讲流利 流利的日文 这个时候 你要用就有 不会说要用就没有 所以很多东西 你一定要备而不用 备而不用 像孔子讲的 君子啊 君子不气 君子不要像器具一样 只有一个功能 好 那男生走三观 女生一样走三观 男生一定要小心 你在事业上有发达 发展的机会 但是还是那一句话 你的条件够不够 你要稍微检测一下 利用这个新年的 年假好好的检视自己 那女生的话要注意 女生是这样子 女生在一夜份 过完这个年要注意 讲话要稍微注意一下 三观的女生 感识花见泪 恨别鸟 精心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讲话 第一个 你不一定讲 要讲 那如果你要讲的话 在台湾就是这样 不要讲实话 不要讲谎话 也不要讲狠话 也不要讲干话 如果你真的要讲 老师希望 女生属老鼠的农历业份 你讲讲巧话 讲讲巧话 好 你生是在东北方 你生的桃花在东北方 吉祥颜色是黄色 一样依照惯例 来看看 来 老天无口 借古薄之口 老天无手 借古薄之手 那个老鼠的 属老鼠的 想要知道 新丑年 元业份 它的运势如何 来 抽一只 来 好 这一只 来 老鼠的注意看 老鼠的注意看 这一只是灵 注意哦 这个灵挂会 会很好 为什么 这一只灵挂 这一只灵挂 叫做大驾光灵 属老鼠的 男生女生 恭喜你 你们在 农历的一夜份 灵 大驾光灵 听好 这个灵挂什么意思 上面的人 在注意你 男生 你的主管 现在在注意你 这叫做 大驾光灵 那女生的话 在讲 有人在 偷偷的注意你 反之 这个挂叫 官挂 官挂 封地官 也就是说 你也在看 看对方 反过来 叫做 帝 则 林 所以 鼠老鼠这个月份 不错哦 你要注意 有机会 有人开始在注意你 一定要表现好一点 要表现好一点 来 现在我们来讲讲 这一只牛 这一只牛 是这样子啦 牛 因为今年是叫做 犯太岁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对太岁来讲 从八字结构来讲 从八字结构来讲 要敲一下了 从八字的结构来讲 属牛的 在今年走的是 福尹 什么叫福尹 一岁 十三岁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然后七十三岁 你进来来讲 犯太岁 一定要小心一点 那在一夜份 一夜份 属牛的 走的是正观 什么叫正观 你的形式风格 光明磊落 男生 你在事业上 可以发展 发展得非常好 那如果女生的话 不错哦 不错在哪里 不错在农历的一夜份 属牛的女生 你也在走正观 正观在讲什么样 有一个不错的男生 讲好的事业 好的男人 好的工作 这个都还不错 所以男生 在农历的一夜份 他的优势在哪里 他的优势在事业 那要注意一下 因为正观这个东西 这个星术 他常常是吉里 集中 带了一点凶 如果你是属牛的 有一点官司参生的话 小事情 这个是民事的 民事的 如果你出庭不到 不会拘体你 行事的就比较可怕 所以一夜份 属牛的还是要小心一下 那如果是女生 放心 你这一个月 出来的男生不错 出来的男生不错 那属牛的 在整个一年当中 其实 一年当中 属牛的 你走的是一个 比肩 比肩叫什么比肩 比较肩膀 所以属牛的 今年在各方面 感情啊 事业啊 婚姻啊 家庭啊 交友都不会太差 为什么 不厌书 不想书 不服输 那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一个点 你要注意一个点 这个不想书 不愿书 不服输 不是嘴巴讲 你要拿出实力 我的名言很多 没有实力 要拿出两力 跟它拼搏 你在今年 不会表现太差 一整年 那农历的一夜份 你走正观 有机会 可以更上一层楼 所以不要放弃 再讲讲看 你的贵人方 属牛的贵人方 在南方 吉祥颜色是红色 吉祥颜色是红色 那男生的桃花 先讲讲男生的桃花 男生的桃花在北边 吉祥颜色是黑色 女生 女生的吉祥 女生的桃花位置 在东方 吉祥颜色是绿色 来最重要是这个 因为八字 还有你的大运榴莲 就像春夏秋冬 它有一个cycle 它有一个循环 那个叫先天命 你高不高兴 都是这样子编排 但是这个就很好 这种梅花益瞻 叫做后天 它可以侦测你 后天的运势好不好 好 属牛的到底在农历 辛丑年农历的一月份如何来 我们看看 来 现在 宜耳未明 贾耳太世有偿 吉祥告我 凶言其哉 属牛的想要知道 在辛丑年农历的一月份 应是如何来 应是如何来 来一只 哎 属牛的注意啊 你这一只签是什么签 我看一下 哎 风火家人 Family 这是一个团圆的卦 非常非常好 37卦 这个卦为什么好 一家人聚在一起 也符合今年农历 农历一月份的 的这一个 这个节庆 你们一家可以团聚哦 所以你今年 农历的一月份 心想事成 19年跟20年 当然有一个 COVID-19 可能会对大家造成一点影响 这个话再跟你讲 属牛的 never never give up 永远永远 不要放弃 因为你的运势来了 Family非常好 一家可以团聚哦 团聚 非常非常好的卦 好 我们现在来讲讲 讲讲属老虎的 老虎的在一年当中 我一直讲过 我有拍过一个 当时在讲老虎 来 再敲一下 一定要敲一下 一下敲一下 来 还是周长发 还是周小发 还是周大发 周中发 一定会发 这个发的程度 要看你的实力 跟你的潜力 人家说长老看是一种优势 活得漂亮 才是你的本事 那你今年的运势不错 属老虎的听 你走正财 如果你赚不到钱 真的不要 丢天丢地丢下位 你的专业能力 可能要调整 那你一月份 走的是比肩 比肩是这样 不愿输 不想输 不服输 你一月份 不会表现太差 男生一样 男生在今年 开工的时候 正月5号 大概 我们今年上班 比较快 大概2月16 17就上班了 一定要注意 要好好展现 因为你走 一月份走比肩 不愿输 不想输 不服输 不会太差 倒是女生 你这一支 你老五要注意 老师 那个女要注意什么 你在一月份 可能过完这个年 你知道吗 你已经习惯那种快乐的生活 你有点会抗 会抵抗 什么抵抗什么 抵抗上班 听好 你会抵抗上班 如果你怕这个情况 发生 老师建议你 你提早一天 提早两天 做一点收心操 因为女生就这样子 一放假下去 他有时候 比较不容易收回来 比较不容易收回来 那一样 那个属老虎的 你们的贵人方在北方 这是固定的 在北方 你的颜色是黑色 吉祥的方位 那如果要讲桃花 老虎男生的桃花 在东北方 吉祥颜色是黄色 你生 你生你的桃花的位置 在西方 那个吉祥颜色 是白色跟银色 听好 家里的风水布阵 不是不能布阵 是有时候你不要太贪 比如说有的人找老师论命 老师一定会教你一个东西 叫奇门遁甲 其实 论八字是不讲奇门遁甲 八字就是跟你论论八字 那什么叫奇门遁甲 其实奇门遁甲 就是老师去外面帮人家看洋宅 叫奇门遁甲 我们要点出你的方位 点出你的吉祥位 那老师 你来找老师论命 我都会教你一个叫奇门遁甲 所谓奇门遁甲 很简单 就是跟你讲 教你如何借器死器 用器理器调剂 然后长风俱器 让你的命 好的部分扩大延长 不好的话 缩小减轻 你们可以参考 那一般来讲 奇门遁甲可以独立 叫做风水布阵 那老师一般来讲 已经跟你讲 你在家里风水布阵 一个 你要求桃花 求公民 求事业 求发财 所以你不要把很多方位都弄好 比如说你的贵人方在北方 男生 桃花在东北 你两个都跟他弄不好 一个就够 你要贵 我要贵人 我事业要发展 要贵人 扶持 可以 还是我要桃花 天不会给你饿 挑一个就好 来 一样 依照观念 来 属老虎的 属老虎的 想要知道新丑年 农历一夜的运势 现在老天无首 来 借张老师之手 来 来 这一只 这一只就是老虎在一夜份的卦 来 这个叫梨 三十卦 这个梨卦什么意思 亮丽 亮丽 里面是火 外面也是火 一片心心向荣 他在跟你讲 属老虎 你在一夜份 运势很好 非常的光亮 但是切记 这个瓜在跟你讲 能功不能守 能守不能久 能久不能安 因为他里面是火 外面是火 哇 火火 很旺 对不对 对啊 你拿什么给他继续旺 所以这个瓜在跟你讲 你一夜份要记得很多东西 见好就收 如果你一夜份有在投资 赚到钱就走 不要 不要想要长治久安 听好 三分立即可走 如果你本来打算要赚十分 二十分 今天有三分四分就赶快走 好 那个我们今天的应是 老鼠 牛 跟老虎 一夜份的意思就讲到这里 喜欢老师视频的话 一定要加入订阅 一定要加入订阅 还有 按赞 或是分享 你们加入订阅的话 不用钱 不用钱 每次讲过恩赐 加入订阅 开个小叮当 这样就可以 还有你们有很多朋友的话 不用跟他讲太多 你把这个带着下来去看嘛 比如说你搞不好不是鼠 老鼠 牛 跟老五 你一定有这些朋友 那他如果跟你complain 哎呀老师啊 我的硬是怎么跑 不好不好 怎么 你叫他去看 我讲的都非常清楚 我有讲你的年的韵 再讲你月的韵 然后再讲你 你要注意什么 又给你抽了一支签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老鼠 牛 老五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下面留言 你们把它留言上去 我看到的话 我会在直播的时候 跟各位聊聊 好 那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里 今天谈到这里 来再唱一次来 好 拜拜 今天谈到这里 拜拜